看国际消息 在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宣布独立参加总统大选一个多月之后 他昨天晚间正式的宣告 签名联署的人士已经突破了门槛 达到了法定要求 他强调会继续努力奋战到底 在10月4号 我们联署已经顺利超过联署的门槛 我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 每一位联署人您的支持 接下来您的每一个联署 对我都是一个责任 每一个签名 对我都是一个监策与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奋战到底 根据台湾中选会的规定 要参加总统大选 必须在11月2号之前 提出近29万份联署申请 距离截止日期还有近一个月 郭台铭昨晚在台北出席一场活动之后 就宣布已经跨越了门槛 至于外界关注的 是否有可能和国民党 或柯文哲的民众党合作 上演在野党蓝白河 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则是强调 郭台铭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政党轮替 因此在野党是否能够整合 应该从领导和经济治理的能力来商谈 而不是为了权力 或是政治分赃才来合作 都要认为了权力